中国女排发生三个重要消息 和各位球迷具体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个消息 分享一下郎平深夜暴喜的情况 最近随着中国女排0比3 输给意大利女排之后 郎平直接被很多球迷点名喊话 不少球迷希望她回来接替蔡斌 带领中国女排继续征战后续的比赛 这对于郎平来说 无疑是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大家非常清楚 郎平在之前带队兵败奥运会之后 一度遭到很多的攻击和质疑 有些极端的球迷 无视郎平这么多年 为中国女排做出的贡献和取得的荣誉 进而对她进行攻击 对于郎平来说 无疑是非常难过的事情 如今很多中国女排球迷终于站出来 为郎平证明点赞郎平 当年为中国女排的贡献 认可她的能力和实力和 相信郎平看到这些消息后 肯定会非常的开心 即便后续不能回归中国女排 郎平也会觉得 自己当年的付出是值得的 第二个消息 分享一下官媒重拳质问蔡斌的情况 最近中国女排教练组气用朱婷 导致0比3溃败 输给意大利女排之后 不仅很多球迷非常不满意 就连上海媒体新闻晨报也非常不解 在最近社媒中发长文质问蔡斌 质问中国女排教练组 为什么不敢用朱婷 为什么不能用朱婷 官媒认为 中国女排在最近取得的成绩糟糕 和朱婷接连替补有很大的关系 既然朱婷在对战泰国女排 那一场比赛中做出卓越贡献 证明她是球队的主心骨 为什么迎战意大利女排这场比赛 朱婷却没有能够登场 这是官媒非常不满意的地方 所以他们希望主教练蔡斌 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 另外一方面 媒体还批评中国女排 在最近接连溃败之后 已经不知道所谓的女排精神 到底去了哪里 很明显 这次中国女排不能取得佳绩 已经让整个业内都非常震怒和生气 希望一方面主教练蔡斌 可以给出明确的说法 另外一方面 接下来在后续的香港战比赛中 可以重用朱婷 让中国女排早日拿到奥运门票 才能给外界一个交代 最后的消息 分享一下朱婷首发 或重大突破的情况 在之前0比3输给意大利女排之后 很多球迷对朱婷后续的处境 非常担心 大家担心朱婷后续迎战 香港战的比赛 会继续有可能遭到弃用 不过从目前来看 球迷不用太担心 朱婷得到首发的机会 最近接连获得重大突破 首先第一点就是刚刚所说的 最近不管是官方媒体 还是业内人士都在质问蔡斌 还有很多球迷高呼蔡斌下课 对于蔡斌来说 压力是非常大的 如果第三战的比赛 蔡斌不重用 朱婷让她首发 估计会面临着 更加严重的批评和质疑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